好,歡迎收看國情講程,繼續有我和鄭教授在這裡 新一年的學年就開始了,大陸都開始要上學了 上學的時間我們也可以想一想大陸的教育狀況,整個教育體系是怎樣呢 以前可能大家覺得回大陸讀書很難,在大陸讀到大學也好 或者聽其他鄉下的人說,原來大陸讀書當年很艱辛很難 但現在好像不同了,始終國家做了一些事,令到教育水平有得到提高 當時農村如果有個人進入北京大學,去北京讀大學 好像中了狀元,大家燒炮獎慶祝 而且也反映我們中國良好的傳統 整個村人可能人人捐十元或幾十元 幫助農村的青年去北京讀大學 其實有時都很感人,一方面小炮獎慶祝 另一方面家家戶戶都多多少少,都捐少少錢出來 幫這個年輕人上去北京讀大學 這些歌仔可能到現在就沒得怎樣唱 首先就這幾年始終國家經濟好 開始有九年免費教育,終於可以實行 亦都將農村的教育得以推展 亦都做了很多事,包括不可以收集費 在一個官辦的系統裏面,其實就好像好了 大家都知道,理論上中國就推行了九年免費教育很久 但在農村很多時就不能夠落實 中國的教育統計數字有一個所謂無入學率 即是一個一百個後的適齡小學生、學齡學童 有多少人進入呢? 舊時仍然只有七、八十 七、八十,你再計算一條數 當然,在城市是差不多九十多 去到一些農村就可能低一點,可能只有七、八十 再去到一些最窮的農村,可能只有五、六十 主要是因為剛才你說的,是不收學費 但是,有貪污的種種的問題 就收好的時候,是雜費 學費就不收,雜費就很多 那些農村比較窮的家庭就真的交不起 然後,還有就是買書寶 這個在香港家長都覺得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在國內,小學、中學、開學 小學現在聽說都要二、三百 中學可能都要四百、六、七百 看看你甚麼年級 對農村來說,這又是很大的負擔 無端端拿幾百元出來買書開學 雖然你又說免費,不用教學費 有些都是買不起的 還有一個困難就是 因為偏遠的農村 農村可能都是小學 你升初中 即是九年免費教育 最後三年去初中 你又可能要去那個鎮那裏 走遠一點去鎮那裏 才有初中毒 因為偏遠的農村要寄宿 寄宿要付錢,寄宿要吃 有些家長也是付不起 現在好像你說 胡溫這幾年的確這方面做很多 首先不准收集費 真是免費 第二就是如果家境有困難 他提供書寶 解決了困難 要寄宿也提供津貼 所以的確確 我們見到很多偏遠的農村 那些窮的小孩子都有學法 特別是女孩子 因為有時中國也是很傳統的 綜男兄女 我都去到一些窮的地方 看得見 真的見到有些女孩子 以前是沒有上學的 我有些國內的朋友 帶我去農村看 真的見到她以前不上學 現在也要學習 這真是進步 當然剛才提到官辦系統 民辦系統始終在大陸都有 我們不算國際學校 其實也有些問題存在 始終民工子弟學校 到現在其實在免費教育裏 是不掩蓋到的 當然很多民工子弟學校 都是義務辦 大家真是很深地去做 但是始終礙於經費 還有有時當地的教育系統 不去接受這些學校出現 令到他們生存很難 亦都是沒有維持集費等生活 其實這個農民工子弟的問題 在溫家譜其實在主政的時候 都有提出過 當然不像九年免費教育 那麼快地去推行 但是這個問題也不容忽視 是的 在城市裏面有兩類問題 第一類問題就是你所說的農民工 現在農民工很多時候 為了照顧子女 通常很多農民工 就和老婆 兩夫妻 一兩個子女 一起去 當然家庭生活很多 但是子女讀書就很成問題 過去就由於他們沒有戶口 沒有農村戶口 沒有學校收 就要在那個彭區 即是我們香港人 就像以前那種武區 在彭區搞一些所謂文辦小學 隨便請一個人來教 當然條件很頑皮 溫家譜的其中一項得證 就是說現在他們有受教育的權利 即當地的城鎮小學 中學要收他們 他們有責任要收他們 舊時就是在文辦小學 即是在一些武區 就像那些天棒小學 那些 那些 讀得就讀 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賺到少少錢 你就可能要給幾千元 或者兩三萬元 去看看一間好一點的學校 或者普通的學校 那一間學校收你讀 要收回幾千元 如果你有錢就行了 沒有就不行 這是一個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比較富裕的中產階層的子女 他們有另外一種痛苦 聽說近十多年 在國內讀高中的三年 其實是中產家庭 是很痛苦的 一個星期要做足六天半 休息半天 因為要好一點補習 一放學補習 補習周英嫂 補習什麼 星期六又要補習 星期日早上也要補習 因為都是希望 希望入大學 考好成績 得到入北京、清華 入到好的科系 因此在這種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真的高中生 那幾年是非常非常辛苦 這些都是家境地區好的人 絕對不是家境窮 家境窮根本沒有錢去請補習 但是這個重點學校或者那些 重點班 其實一早已經吸收了 但是還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政策上是應該取消的 即是不准有重點班 不准搞重點班 不准搞重點學校 因為重點學校 當時資源少 資源少 於是只能夠 某一些中學得到多些資源 既然資源好 大家一窩蜂去讀 當然就好像香港的名校 名校 升大學 升學率高 公開試成績好 自自然而 好先生又去了那裏 條件更好 學生願意去讀的時候 經常有所謂摘校費 你要付錢才進去 就像我們買debentures 條件更好 因為家境好的學生 他們又要付錢 自然你可以想像 他們搞什麼活動 捐什麼錢 都自然很容易 條件好的學校更好 條件不好的學校更不好 因為好的先生又不去 因為好的先生去重點中學 那個收入很多 因為他可以做很多補習單 做很多補習班的時候 收入就很好 尤其是這一個也是 編輯到學術的風氣 我有一次回大陸 我真的發覺很令人 我都不知道怎樣說好 一間這樣的中學高中 可能是那間高中在廣州 是很出名的 入大學率很高的 那些老師竟然就跟那些自典公司 電子磁典公司 一起合作 把那些班全部錄完影片 你要買一部機才可以聽得到 我心想這個不是沒有錢到這樣嗎 這些老師又或者那間學校 沒有錢到這樣 其實真的學術風氣的問題 就算是有錢有資源也好 其實教育界的風氣 偏了市場化 兼且比我們更加極端 他們都有少少補習天王 他們當然有些很出名的老師 兼一些很懂得做推銷的出版公司 都出很多大學入學士的雞精書 這類的雞精書都很好賣 亦都很賺錢 因為大家想一想 中學人口多 如果你有本雞精書是很好賣的 你想想 隨便賣幾百萬本 一本賺兩元 都不少 都已經可以買大樓 因為豬的市場很厲害 休息回來 我們再講一講 這個小學中學之後 我們講的高等教育 休息回來再談 好繼續回到國情講程的時間 在這個大學的教育系統裏面 其實大陸真的 大家完全想不到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好企業化 好企業化 數量也大 十分之有規模 在這個看回2010年國家的統計報告 原來無入學率 現在是普通的全日制本科的無入學率 已經由2014年 19% 好像香港差不多 到上一年 2010年到26.5% 增加得很快 其實 主要在大概1999年開始 大學擴修 大學的規模大大力拓展 於是你可以說 從2003年開始 中國大學畢業生的數目 就增加得很快 你可以說 你現在是翻了兩番 今年估計 大學畢業生會達到650萬人 即是 現在畢業的 即是今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 是650萬人 找工作做當然很困難 即使是官方的估計 都會說到年尾 即是半年去找工作 估計的失業率 至少應該有三成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峻的社會問題 你想想大學畢業生多 找不到工作做 真的是 沒理化革命的種子 三成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 找不到工作做 當然人多始終有一件事 就是會衍生 教學的質素有些粗粗的 在香港教授大跳拖 可能是跟十幾人 但大學大學通常都沒有什麼跳拖 不過一開辦現在是去到三四百人 即是整個教授是坐滿了人 大家對於跟教授溝通的風氣又比較差 即是沒有什麼交流 甚至經常都聽到 原來一些跟教授比較好關係 又或者懂得做的話 你就高分一些 甚至傳出剛剛有一個拘捕 有一個大學教授 直接是要求有一些比較不道德的關係 才可以得到好的分數 他又發覺其他 為何有其他女學生會這樣 情殺案 是的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都有在 這個就是一個 即是Mask Education 大家不管質素的時候 會顯示出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大家可能經常都聽過 就是可能是賣文 賣文不是說是請教授請窗寫文 這些可能大家都聽過很普遍 但是這些更加不道德的就是 很多時候寫一篇文 是真的為了指助幫一個機構或大公司 去推廣他們的市場產品或需要 就這樣去寫 有時候是不加事實 這些情況其實都在大陸很普遍 即是學風的確是受到很大的批評 首先就是很多時候說 因為現在著重學歷 很多大官都要希望有些碩士博士的學位 甚至大國企的主管都希望有 產生一種很普遍的現象 就是這些高官大企業的主管 高層主管通常他讀 就帶上秘書去讀 基本上秘書和他做功課 交了論文等等 即是他讀博士就請博士做秘書 這個秘書和他寫了論文 很多大學為了創修 一方面是看前看 多收學生多收學費 提高收入 另一方面這些都是大人物 亦都希望建立好的關係 於是真的對這些東西都只眼開只眼閉 差不多就真的用錢賣學位 買得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引申出的問題 其實就令到一些很風氣的學校 排名越來越高 競爭在劇列 這些沒有那麼好的大學 其實就真的要求才進入 可以看回一些資料 其實在這個2004年的時間 其實全國的高等院校數目 只有2236間 但是2010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去到2723間 增長相當之驚人 當中裏面如果說普通的高等學校 是由731間到2358間 大家就會在這裏想 為何會升了那麼多 突然間建立那麼多學校呢 原來大家發覺 這個成人的高等教育 是由505間跌了到365間 其實這個情況就跟當年90年代 香港的市民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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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像是很相似 但是始終我們一間半間或幾間 原來人家一星升幾百間 主要因為中國大 香港一個城市升幾間 國內六百個城市 每個城市升幾間 都很容易幾千間 這個又有回頭路 首先就像香港 出現了一種像台灣 在歐洲也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很多本來是大專院校 變成大學 在國內是這樣的 所謂中專 中學 中專等於我們的技術學校 他說大專 就像我們的副學士學位課程 他說大專是一個特別的名詞 就像我們的副學士 副學位課程 當他正正式說大學 或者本科生 這些正規大學的課程 這種情況在國內都受到很多批評 就是說那個資源的分佈 或者人力資源的分佈是不適當的 一方面大學多了 大學生多了 大學生多了 就業困難 當然 清華北京大學那些很吃香的院系畢業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一些比較沒有什麼名氣的學校 大學畢業生找事做了困難 但另一方面 雖然每年六百五十萬的大學生 有三成到年尾都找不到工作 但另一方面 中國很缺所謂技工 高級技工技師 他是這樣分類的 技工高級技工技師 很缺這一類的人才 如此類似歐洲或者甚至美國 很多時我們二三十年前都留意到的現象 就是大學生可能找不到工作 但是會做水喉 會煮菜 那些找東西做就很容易 而且工資絕不比一個普通的大學生低 這種情況如果你去歐洲去美國 都幾普遍的 一個做水喉的人 做車的人 找工作容易收入力量高 所以這個高級負責 這件事我們走向歐洲的舊路 即歐美的舊路 但是在升這個電費上的過程 其實如果是有一個比較好的質量監控 都可以保持到一個教育體系 或高等教育體系的學術水平或質素 現在最慘的是很多時間 這些大學升級的時候 亦都是開展一個很重的教育 剛才講過可能一百幾百人 到最後可能培訓出來的人的質素 可能有時還差過待遇也好 或者可能受僱主歡迎程度 都會少過一個技工或技師 最主要一定是大家看學校的名字 變成失業是不難的 因為那間學校可能在僱主心目中 已經沒有認識 整個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 其實有少少會拖低了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 現在都一直在講改革 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 剛才你說大專院校越來越多 現在就是近這六七年 就開始有些變化 就說要他合併 於是大專院校的數目就少了 大家都可能聽過 我們舊時新華社會副社長張晉升 回大陸辦過浙江大學 現在很流行 就是一間大學 合併了本市的農學院、醫學院 合併了一間比較大型的綜合大學 大專院校的數目 理論上是少了些 另一方面 會要求各個學系開科 要估計市場需求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你也知道 任何我們的大學 想開門課 都要說哪些人讀 要估計一下有沒有這樣的需求 現在大陸在這方面 都做得更加嚴謹 就是要看看你的科 有沒有這樣的市場需求 也要看看你的大學畢業生 就業的情況 如果不是你的科系 就業情況頑皮 可能大學就會減你的學生名額 剛才教授說過這個合併 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普通高等院校裏面 其實是一年裏面 09到10裏面合併了 可以接近一千間 所以數目不小 即是幾間變成一間 因為他將農學院 醫學院合併 可能四五間 好像浙江大學 通常都是三四間 變成一間 是的 在未來的時間 之前都看過一些資料 就是有很多 這個原本是一些叫做民辦的 或是非公立的學院 也都變成了大學 反而那些就開始 不知為何愈來愈吃香 始終他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質素 是比所謂由這個高職 或者成人高等轉的大學 是好一點 始終你如果是一個比較好的 監管制度 和一個很好的市場化的關係 其實是會令到體系好一點 當然也都要在這個修生 那裡嚴謹把關 競爭是越來越強烈的 如果你真是當高等教育企業 外國的大學都來中國打開市場 最簡單的當然就是 中國都不少學生 青年人去外國讀大學 或者去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現在你去外國讀大學的人 越來越多 如果你去歐美國各國體體 就真的看到他們最大規模的外國學生群體 當然是中國人 另一方面就是 外國的大專院校都走來中國開分校 很多地方也有個大學園區 是讓這些外國學校來中國開分校招生 所以這個經驗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大家都希望 其實無論在哪裏讀書都好 起碼教育體的質素 可以令到你那張文憑更加值錢 都是一個學習的風氣 以及對教育的尊重 對人的尊重 今集國情講程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見